天启的实力能打过西游记孙悟空吗 古老变种人天启拥有强大的超能力和技能 与西游记中的神仙之间对比起来 其战略的其实差距并不大 首先天启作为元老级巅峰变种人 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永生不老的能力 这一点与神仙极为相似 天启拥有的超能力和神通 如超级力量超级速度超级耐力 这些能力与孙悟空都有着诸多的重合 相当于头哥的七十二变神通 那么问题来了 是不是说明天启能与孙悟空打成平手呢 个人认为天启在某的地方甚至比孙悟空还要厉害 比如天启能够将自己的能力传输给其他变种人 让他们给自己打工 因此创造出了强大的天启师骑士 在西游记中很多的神仙甚至都打不过这四位骑士 另外天启还有两个技能非常克制孙悟空 第一个是心灵控制 天启的心灵控制能力极强 甚至吊打X教授 孙悟空有可能扛不住精神控制 从而成为天启的傀儡 第二个是不止操控 原子奔子组成一座不止神山 分分钟将猴哥再登压高五百年 所以个人觉得天启似乎更胜一筹 大家觉得天启能够打过孙悟空吗